你快乐,所以我快乐 7月13号,凌晨1点 刚刚在洗澡的时候 被生瘦的花沙头戒损一只手 看见你就觉得痛 他突然想起这一句 那次踩单车 他跟在后面一个不为意就跌了下来 手脚都损了 听到这句说话 血在流,心在甜 那天都是13号 黑色星期五 从来都是他跟在后面 跟着感受 他们好的时候 无论哪个夜了下班 都必定会等对方一起宵夜 有时两个人会去吃炸鸡腿 有时会去吃糖水 最深刻那次 他在床上吃了对方准备的橙皮碎朱古力配热茶 他觉得苦的 但是 因为他听到说这样很好吃 所以到现在他都觉得这样是好吃的 他们还好的时候 隔很久才见一次 有一次 他收到短信 我病了 他立刻出发 去送粥送药 在巴士上面 他发了个短信 我带了粥过来 几秒之后 就收到回复 谁叫你来 好烦 他立刻下车 带着碗粥 在巴士站旁边的楼梯 哭了半天 然后 自己都病了 他们不好的时候 几乎没有再见面 连生日 都不再需要他去安排慶祝 其实 他心里面知道 这段感情的时限 已经差不多了 他也都知道 大家都曾经为大家 制造伤口 终于 对方提出分手 他和应话好 还互相 为这段不够一年的感情 说多谢 转过头 他就躲在厕所 和朋友在电话里面哭着说 其实 我应该说不好 有人说 要对方快乐 自己先快乐 是一件很自弱的事 我不是这么想 能够为爱人 笑而笑 哭而哭 其实好心情 好浪漫 只要心爱过 就会尝试过 最后 没办法一起走下去 只是不幸 就好像 13号 遇上星期五 是注定了的不幸 所以我笑了 1AM 爱情听闻 林伟豪 凌晨一点 点一首歌 一点钟情 故事纯属虚构 经历如有雷同 实属我们都 就是让爱恋过 啊 天下宝 既然说 你快乐 也是我快乐